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趁今天天氣這麼好 藍天白雲 我們會去粉嶺一一遊 來到第一站 雲泉仙館 雲泉仙館 這裡有免費的停車場 第一站 先治飽肚子 這裡有一間 食齋的餐廳 有室內和室外位 小狗要坐室外 來這裡主要是 吃它的齋菜 雖然室外位 但也有兩把大風扇吹著 我們點了一個 很大件的芋頭魚 大個手掌 之後還有一碟豆腐 老公一定是很肚餓了 還點了一碟炸春卷和腐皮 怎麼吃呢 白飯和粥是任裝的 很久沒有吃芋頭魚了 挺好吃的 白飯和粥 要來吃東西的朋友要留意 那些食物全部都大大碟 那個特別的芋頭魚 外面街買 可能會小一點 這裡是特大芋頭魚 所以我們又吃又拿 今晚的晚餐 都是吃齋 這個豆腐白菜是最好吃的 唯一一盤 我們是可以差不多吃完 其餘的兩碟 真的看到都飽了 這是荷花池 我以為是地上 但原來是 一個荷花池 上網看要六七月才會有機會開花 今次這個地方特別一點 適合帶家人來 上了年紀的朋友會比較適合 但給小狗在這裡散步也不錯 這裡挺有趣的 離開了運泉鮮館 現在我們向著平洋村出發 平洋村泊車呢 就 你可以泊士多 或者自己 撿山 他剛才問了路人 就只有一條路走進去跟著人群 平洋村的門牌 你看到這個門牌 就代表你走適合了 穿過門牌之後 就 轉了 你會看到有一個 好像大的貨車場 都不少人拍在這裡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過去 就會看到 到底我們今天是看什麼呢 一會兒就揭曉了 一路走會看到這個 停的 再走幾步就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這裡很多蚊 記得要噴溫泊水 一片白茅草 還有很多人 有事 還會看到